法师讲念佛往生靠佛力 不靠自己功夫 那些一致十致站着坐着往生的人 是不是因为他们念佛功夫好呢 应该追求这种功夫吗 可以讲是他们念佛功夫好 但是呢 我们讲往生靠佛力 也不是说一定要达到这种功夫才可以去往生的 没有达到也能往生 那么他虽然功夫好好 如果不是念佛修别的法门 不容易达到这样子 依我们一个一般的贪神痴俱足的凡夫 你要如果修别的法门 你要走的时候说 我站着走坐着走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看那些大法师通通通教的 都达不到这个程度 因为那是靠自立 而我们念佛呢 心里面放下 坦然靠到阿弥陀佛 每一声每一声都有佛力的加持 如果你心里能放得下 能柔软随顺 走的时候就有好象 所以这个还是靠佛力 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这种功夫呢 可以 但是心的稳定 就是随顺阿弥陀佛 你只要随忙随闲 文文当当来念 自然都有好消息 不是说事先提高一个 提高到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们可以这样 脚大是地的来做 自然到时候水到渠成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